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家 初心的嘉賓 就是要財證券的分析員王偉豪 Wafi Wafi 看看大事表現 恆指跌142、124點 去到21,802點 跌了0.57% 而成交額有359億 其指方面跌95點 暫時低水17點 去到21,782點 成交量有4萬多張 國企指數方面跌66點 去到12,226點 跌了0.54% 見到今天的市場 成交額不算太高 兩點鐘時間只有359億 見到昨天有輕微上升下 今天港股又跌下來了 後市動力 要再看支持位 又或者要再推高的位 有甚麼因素才可以推動行指的升勢 暫時看回整個大市 的確欠缺上升動力 但主要是為甚麼 當然最主要大家都會知道 始終外為因素影響之下 廣估比較難見到明顯的聲勢 因此而言 雖然你說昨天好像白蘭克的講話 都會想意味著 未來可能有機會衝勁 推出一個QA3 正在上面為甚麼 你會看到今天雖然有些 對股市來說正常是一個你好消息 但你見今天廣估也沒甚麼聲勢的話 當然 因為現在大家都要看回 如果你參考那個QA2的時候 其實推出的效用實質幫助就好像不大 所以大家都會擔心 如果真的推出QA3的時候 其實對整個實體經濟 或者對股市來說 都沒有太大的正面支持 所以這是第一個隱憂 第二當然是 也會看到昨天晚上方面 例如之前調低 歐債的國家之後 其實昨天晚上目的右再有 對美國方面也會有說 如果未來的舉日上限都不能夠 舉通過或者不能夠解決的話 都會有一個現在來講 都列入一些負面觀察的名單 或者不排除都會來降評級等因素 所以幾者加起來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 例如歐債問題始終都未完全去到明朗化 或者未得到完善的一個解決方案的時候 幾個因素加起來都會令廣估 的確就算你說內地可能見昨天一些經濟數據 叫好了之後 但是也比較難 是叫蓋過剛才所說的三方 比較負面的因素 雖然整個廣估來說 暫時上升動力都不夠 我覺得如果真的看回整個走勢 或者接下來怎麼看的話 其實之前昨天 例如昨天也有說過 始終整個大市 雖然昨天有二百多點升勢 但是來說 都仍然叫做未一日未有 即是短期內 未能夠從10分裂20天線 或者上20天線位置之上 所以一天未能夠站上去的時候 整個大市來說都叫做 反覆在低位置到市位 暫時來說 未有太明確方向 因為如果一日不回到20天線 或者不修補之前說的核跌跌口的話 整體來說要大升也比較難 再加上來說 正如剛才你剛說 今天成交也比較偏低 或者你看昨天升的時候 相關成交也不算太大 意味著大家入市的動力也不夠 所以某程度上 如果成交不大之下 而短線又未能夠回到20天線的時候 反而我會覺得 未來也有機會 或者要再下市多少低位 甚至要看下一站 支持位置到21,508點 即是之前6月17日的低位 謝謝 另外看內地股市的表現 見到上陣綜合指數升5點 去到2,800點 升了0.19% 而滬深300指數升1點 去到3,107點 升了0.04% 深淨城市方面跌58點 去到12,420點 跌了0.47% 見到今天三大指數個別發展 但上海股市重上2,800點的水平 雖然今天只是一個輕微的高開 以及見到一個輕微的升幅 其實會否見到 昨天內地公佈了一些理想的經濟數據之後 昨天都做得相當不錯 今天來說仍然有消化呢 暫時看回 如果說到只是內地股市的話 的確可能影響性 或者對於像港股那樣 受幾方面影響的話 的確在內地股市來說比較少 主要之前那一陣 或者頭半年 大家都會見到 內地股市做得那麼差 或者州市比較差 當然最擔心是一個叫 調控力度的問題 甚至是一個叫 硬墜錄的因素問題 但最如剛才 你也有提到的 好像昨天你說出了一些 半年數據看到 例如GDP等因素 都叫做優於預期 大家都會慢慢消除了 內地硬墜錄這個因素 因為超零岸都會害怕 即是上半年的力度過晚之下 特別是第二季 調控力度過晚之下 會令GDP有個急跌現象 形成一個硬墜錄的問題 但你看到昨天出的第二季 都有9.5%的GDP增長 整個頭半年更加有9.6% 即是未至於下半年 其實都不用太擔心 甚至下半年 真的調控力度都沒有放鬆 或者繼續在重緊的話 令GDP真的拉了來 大概8%左右 其實整年拉勻 都不算像大家預期 擔心這麼低 所以在上面 某程度上都會消除了 那個硬墜錄的負面情緒 所以整個大地股市 昨天來說就有一個項目的趨升 當然了 升那麼急之後 今天稍為平穩發展 都是正常的 反而如果今天 仍然一個大升的話 反而怕短線升那麼急 我們接下來的調整 也反而是更加風險更大 所以反而如果今天是平穩發展 不是說有個大跌的話 其實整體問題不大 基本上來說 正如從上升 即是上升 也算是從上2,800點 所以某程度上 慢慢下半年 都可以看得好些 正好剛才會說到 始終調控力度 又會見到一些地方都叫收效 例如樓市等因素 都叫慢慢去收效 而且又收得來 又未至於太大影響 經濟增長 所以都會覺得下半年 就算不會太大放寬 都未至於繼續去重忍 或者繼續加強力度 所以在上面下半年 反而對內地股市 是看得比較樂觀 謝謝 看完兩地股社的表現 不如又看看商品價格的走勢 就見到美國原油旗油的價格 已經連續第二日高收 最主要是因為聯儲局主席 白蘭克說到 QE3的推出 可能會刺激經濟政策 可能有新一輪的QE3推出 另外 加上美國原油庫存跌幅大過市場預期 都令到油價高收 不如看看今天油股的表現 就見到中石化方面 跌7仙價跌了接近1% 去到7.58 中石油方面 升了超過1% 升1.2%去到11.38 中海油跌了0.67% 跌了1.2%去到17.74% 另外 我們看看半日拋空的數字 就見到 港股半日成交有310億 股票拋空就有22億 拋空的股份有370隻 中石油和聯通拋空就是佔最多 各有1億4千萬和9千8百萬 各佔總拋空額達到6%和4% 佔各自股份成交有4成和3成3 中石油半日拋空數字都挺高 佔股份成交有4成 今日股份來說是逆市做好 油股來說做得相當不錯 見到11元邊有一個支持 會否股價仍然會強勢呢 如果問到個別中石油會強勢 甚至整個板塊會繼續看好 當然除了個別股份 自己公司的一些近期消息炒作 例如中海油方面漏油的一些因素 停產等因素之外 這些相對都會比較短一點影響 但實質來說要看的 當然看整個板塊 當然是看國際油價的走勢 正如剛才Liquot也提到 始終連升兩天的國際油價 特別是做好一點點 當然首先憧憬的 當然是QE3的推出 但我會這樣看 始終之前都會說到 因為我覺得油價來說 接下來的升勢 人民的延續 都比較未知之數 或者看得比較審慎一點 因為我覺得 雖然你說QE3推出 是有你的商品價格 或者資產價格的推升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對美元去到結算 但如果你說另一方面都會看到 始終油價是比較攀升 當然對美國經濟 甚至全球經濟的放緩速度 都會有一個加劇性 所以都會意味著 如果全球都會看到 第二天開始出一些數據 都會顯示 特別是美國方面都會有放緩跡象 所以大家都不願意看到 原油價格 是叫做升得太過厲害 所以你也看到之前那一陣 特別是都會推出一些 戰力時期的儲備 或者釋放相當的敦數出來 是用來減壓油價的走勢 特別在當中 佔大部份都是美國方面推出 所以之前都會 可能在其他的折數 都會說到 都會覺得這個是一個政治因素 大過一個實際的層面 因為超年我都想壓制油價 不想太過升勢 令到經濟等因素 會有負面影響 如果原油前景來說 不算太過正面 或者看得太過急升 相關對油股來說 要投得非常好 的確都比較難些 只不過來說 可能相對 再大跌的空間 的確又不會太大 只不過我覺得 再向上的空間 也不會太多 只不過可能要平穩一點發展 好 謝謝Wafi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 仍然都是發達廣場的時間 就會和大家繼續看著大事表現 大跌恒指最新跌99點 去到21,827點 其指方面跌75點 暫時低水20點 去到21,808點 國企指數方面跌49點 步12,244點 而內地股市方面 仍然都是個別發展 上證綜合指數 升4點去到288點 稍後回來再和大家見面